OK,来,那各位,咱们补录的视频 if条件语句已经补完了 那接下来,你看if条件语句 这是我课上写的这个东西 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咱们补第八个知识点 就是咱们的什么呢 基本数据类型 跟大家说一个基本数据类型 在这里呢 今天我跟大家说的基本数据类型 先说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字符串 那各位,你有发现 我上面写这一大堆东西的时候 写这一大堆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咱们写变量的时候 变量在哪呢 写变量的时候 比如说name等一个 name等一个 我是史正文 比如这么写的时候 各位,你有发现 我是不是用的双引号 是把这些东西引出来的 对吧 那在咱们python里边 这个字符串 都是只要你用双引号 把某个东西引出来了 它都是字符串 那你可能问我了 那老师那字符串又是个什么呢 那给你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得从哪开始 还得从写作文开始 各位,你们大家写作文的时候 你的作文里边可能会包含数字 包含你写的拼音 包含你写的汉字 还包含什么呢 还可能包含一个名言名句 包含谚语 包含成语 包含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有些比如说 你那个成语 你分开的话 还是成语吗 就是你成语得在一起 成语不在一起了 就不叫成语了 对不对 那你的数字 是不是还是单独的数字 数字跟你的拼音不一样 而拼音跟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 拼音跟咱们的这个汉字 也不一样 所以每一种都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这样 我们把数字 可以给它分为一类 把拼音分为一类 把就是在咱们做什么啊 在咱们做这个这个这个 写作文的时候 真实的写作文的时候 把数字分为一类 拼音分为一类 这个成语分为一类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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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言语分成一类 对吧 把这个汉字又分成一类 可以分成很多类 而在咱们python里边 咱们今天跟大家讲 咱们先把python里边 就是写的东西 我们给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什么呢 一类是字符串 字符串 比如说 字符串 那这个字符串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双引号 引号 引号引起来的东西 我们就称它为是字符串 我们称它为字符串 而字符串里边 每一个组成部分 每一个组成部分 叫什么呢 叫字符 叫字符 那在python里边 就没有跟咱们说写作文的时候 那么区分 比如说我说 史证文 那我写这个name等于alex 这也叫一个字符串 所以在python里边 把那些什么 只要是引号引起来的 都统称为叫字符串 那我这样写可以 其实各位 我这样写也可以 这也叫一个字符串 那这也叫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咱们看 这也叫一个字符串 这也叫一个字符串 那如果说 同志们咱们这样看 如果这都是叫字符串的话 你有发现我字符串是引号引起来的 这是不是双引号引起来的 这是单引号引起来的 有三个双引号引出来的 三个单引号引起来的 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都是字符串 但是你可能问了 那十个双引号呢 不行 就是这几个引号单引号 就这四种情况 那它引起来的 这叫字符串 那可能你要这么说了 你说老师 我能不能让什么呢 这个引起来 这个是三个双引号 这个是单引号 就是让它们混搭 让它们混合着搞 你说行不行 不行 你必须是什么呢 这个字符串是谁开头的 谁结尾 然后中间包含的是这个字符串 OK吧各位 那所以在这 那咱们字符串里边 也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涉及一个加法 字符串 字符串 涉及加法 比如说你写个N1 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Alex 然后N2 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SB 然后呢 N3 等一个N1 加N2 那这样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N3 就等于什么了呢 这个N3就等 不是不是 这写错了 再等于N2 那N3就等于N1 加N2 所以这里的N3 它在内部就等于个什么呢 就相当于等于一个Alex SB 那咱们可以这么来写 看这 我写个N1 等一个Alex 然后N2 等一个SB 然后N3 等一个N1 加N2 然后呢 看 Print一个 N3 Print一个N3 那这样是Alex SB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看到 在这个里边 可以字符串 也可以相加 如果我在这 再给它加上一个N4 等一个什么呢 DB 豆饼 然后我让 N3等一个N1 加N2 再加N4 那这样的话 是表示 是不是这三个字符串 加起来 得到一个新的字符串 得到一个新的字符串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肯定等于 Alex SB DB 这是咱们说的加法 那在字符串里边 Python特有的 还支持一个什么呢 叫乘法 乘法 那比如 我写个什么呢 写个N1 等一个Alex 然后呢 我说 我想上N2 等一个N1 乘一个10 乘一个10 那如果你让它乘10的话 在字符串的乘法 这是个字符串 对吧 字符串的乘法 它表示是什么呢 表示让这个字符串 重复出现10次 重复出现10次 然后我们知道 看N1 现在是等一个Alex 了对吧 然后比如说 我重新写吧 然后N1 等一个Alex 然后呢 N2 等一个N1 乘以10 然后print一下 N2 你看这次看 是Alex Alex 咱俩出现10次 这就是咱们说 字符串里边 有这个加法和乘法 那加减乘除 对吧 有没有减法 有没有除法呢 没有 字符串里边 就这两个 那接下来 咱们就来说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什么呢 数字 这是数字 那这个数字 有什么特点呢 数字就是写上一个 比如说 A字 等一个19 那这就是咱们说 指的这个数字 你看 数字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没有双引号 引起来的 并且得是个数字 你说我给它写上一个 于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ET 那它叫数字吗 它不叫数字 你这样一命名 直接就报错了 那所以在这 数字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呢 没有双引号 并且只写一个数字 就行了 这表示 我们创建了一个数字 那对于数字 来说 它有什么呢 有加 减 乘除 肯定是有的 对吧 肯定是有的 那比如说 加 比如说 A等一个 1 10 A2 等一个 20 那如果我们是 A3 等一个 A1 加 A2 那这就表示说 我们做了个加法 那减法 是不是一样的呀 减法是 A3 等一个 A1 减 A2 那就得到的是 副始了 对吧 然后 加减乘 一样了 对吧 乘等一个 A1 A1 然后乘以 A2 那有同学说了 你看老师 你一直在用变量名 代指的这个整个数字 我能不能直接不用变量名 直接用数字啊 那当然也可以呀 加减乘 该除了哈 然后比如说 A2 A3 等一个什么呢 100 除以 10 等于100 除以10 这是除法 加减乘 除 除有了哈 加减乘 除有了 那基本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 A3 还可以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 比如说 2 星号 什么呢 星号 一个星号是乘 对吧 再加个星号 写上一个4 那这表示是什么呢 是2的四次方 你在这 比如写上个4 那就是4的四次方 OK哈 4的四次方 那在这还可以写上一个 让它A3 等一个多少呢 等一个 比如说39 然后写个百分号 等一个8 那这就表示是什么呢 各位 就是39 除以8 获取什么呢 余数 获取38 39 除以8 得到的余数 得到的余数 那这个余数是什么呢 48 32 48 32 32 余7 对吧 所以呢 这个A3 就等于个7 A3 就等于个7 那各位 那我在这给大家出道题 我这不认识了 就加减乘除吧 加减乘除 以及什么呢 次方 以及余 这叫密 对吧 那个那个次方 余数 去余 好 那 在这 如果你 会了这个之后 我在这 可以给大家什么呢 可以大家出道题 出道题 你说 我想让你帮我计算一个数 或者是计算一个数的范围 就是比如说这个数是基数还是偶数 比如说它等于A等于13 你帮我告诉我一下 这个A是基数还是偶数 那A如果是15的时候 18的时候 19的时候 20的时候 它分别代表是基数还是偶数呢 分别是基数还是偶数呢 所以在这 咱们就需要可以通过这个余数 来做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让这个数 除以2 就是百分号得2 那它得百分号2的时候 得到的余数 如果余数等于0 表示当前这个数是什么呀 当前这个数是偶数 如果它是1 表示它是基数 对不对 知道同志们 然后呢 所以我在这 其实可以这样来写 比如说TEMP等于一个什么呢 A百分号2 if TEMP等于一个0 那print它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偶数 对吧 否则呢 这个代码块 print它是 基数 否则它是基数 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取余数 就可以拿到当前这个数的这个 这个是偶数 还是基数 就可以做判断 那接下来下面的例子里边 咱们也会用到它 也会用到它 那在这儿 我还可以再额外的 在课上没有说 在这儿再跟大家补充一个 在后面课程 我也会跟大家说 补充一个什么呢 就是39除以8 咱们这是取的是余数 对吧 如果你加两个杠的话 一个杠不是讲是除吗 对吧 除是不是得到它的伤 对不对 但是得到伤 你看咱们这么来写 比如说 A 39 等一个39除以8 对吧 然后A3等一个多少 4.875 4.875 那这是我们得到了 是这个真实的除到的 这个小数 对吧 那如果说 我让什么呢 A4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39 8 那这就表示取它的余数 对吧 A4就是它这个7 就是那个余数 还是原来的 对吧 那如果我加两个杠的话 就表示拿什么呢 A5 这个拿什么呢 就是拿它的那个伤 拿它的那个伤 来各位 A5是不是就是4呀 因为是48等于32 这伤上面那个除的时候 那个上面不就是42吗 是不是4嘛 32 然后余的是 呀余的是7 那咱们说小学的时候 我们这么来写的 比如说我搞上一个 39 对吧 然后给它除一下 除几呢 除8 不是4832 是不是上个4 4832 然后呢 余个什么呢 是不是余个7 所以百分号 取的是这个数 而两个杠取的是这个数 它们分别取的不一样 它取的是这个数 对 那这是咱们知道的 而对于咱们说一个杠来说 就是把什么呢 一直计算 计算直到拿到这个小数为止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 补充的这个两个杠 就是表示要取它的伤 这是咱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字符串 就是基本的数据类型 我先说这么多 因为咱们下一节会跟大家详细说 字符串数据率 还会有很多 咱们今天先了解这么多 那这是跟大家补充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呢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话 可以再这个 这个跟咱们助教同学 助教老师进行反应 然后呢 可以再到时候跟大家讲解 OK 这是咱们说的字符串跟数字 跟大家做的这个补充 基本数据类型 先说这么多 OK OK OK